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个冰冻橙色预警 湖北 湖南 贵州等地将面临大范围冻雨 预计3日至5日将迎来最强降雪时段 应急管理部将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响应范围 扩大至11个省份 二 北京疾控中心表示 近期流感活动水平仍然较高 以以行流感病毒为主流 三 春运期间 一列高铁因超载无法运行 导致部分乘客被要求下车补票 12306提醒旅客注意票务规则 四 四部门联合推进不动产登记全程网办 财政部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并将加大中央财政补助力度 五 江苏多地包括无锡 扬州在内的城市春节期间 将免费开放景区 并提供免费公交服务 河南开封对烟花爆竹实行进改线政策 六 厦门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最高贷款额度提升至144万元 江西从2024年开始实施新高考模式 取消文理科分科 一二本合并录取 七 宁夏银川义工厂发生爆燃事故 现场冒出蘑菇云 原因为交油罐起火 事故导致二名巡检人员轻伤 火势在14分钟内被控制 八 一月百成房价同比和环比均出现上涨 二手房价格则连续21个月环比下跌 54家A股上市房企中 仅6家预告净利润增长 超六成面临亏损 最高预亏达90亿元 九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宣布 今年春节期间A股休市十天 从除夕开始 2月19日恢复交易 国际新闻 一 缅甸政府宣布 再次延长国家紧急状态六个月 该国上千万人需要国际援助 二 日本自民党内部的安倍派宣布解散 结束了其在党内的长期影响力 三 印度启动大规模的无乞讨行动 目标包括30个城市 计划改造约40万乞丐 同时 印度削减了手机零部件的进口关税 以吸引更多本地制造商 四 欧盟最新决定 将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收益 转给乌克兰 并且27个成员国同意提供 额外500亿欧元援助给乌克兰 五 乌克兰军方宣称 摧毁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一艘导弹艇 价值达7000万美元 俄方未作回应 同时 胡塞武装声称 本周已对以色列及美英关联船只 发起10次军事攻击 六 美国将多家中国企业 列入中国军方企业名单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称之为无理打压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一 随着伊朗支持的 也门胡塞反叛武装 持续用无人机和导弹 袭击在红海航行的商船 严重打乱全球供应链 贸易商急切寻求将货物 从中国运往欧洲的替代途径 其中 对中国经俄罗斯 到欧洲铁路的运输需求暴增 美国的消费者 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 2月1日援引货运数据报道 越南至欧洲的主要衣物 货运通道的空运量 在1月14日结束的一周 比上一周激增了65% 而从中国经俄罗斯 到欧洲的铁路货运 也大幅度上升 报道说 货运公司表示 对这条铁路运输线路的询问 及预定激增 铁路对于货商具有吸引力 因为比空运便宜 又比海运快捷 根据起点及终点的不同 这条亚欧连运铁路的运输时间 为14到25天 快于海运 而从中国到荷兰 阿姆斯特丹港的海运 若经红海需要约27天 如果绕到南非的好望角 则需要外加10到12天 报道表示 德国的航运公司 赫波罗德 上星期表示 将继续让旗下货轮绕行好望角 直到有进一步的消息 由一组混运业者组成的 Railgate Urop的业务发展主管 朱利亚·喜格莱特 朱利亚·Siglade 对CNBC表示 许多货主和货运公司 对经俄罗斯的铁路运货 多有担忧 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因为他们的货物要经过俄罗斯的领土 他表示 尽管乌克兰战争开始后 对亚欧铁路运输的需求暴跌 但是从去年 由于运输时间及价格 这条运输线的运量有所回升 胡塞武装2023年底 开始攻击红海的货轮后 对这条线路的需求激增 报道表示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 允许被制裁的货物 通过铁路经过俄罗斯运输 但不允许陆地运输 而军事物质 则不能以任何运输方式经过俄罗斯 荷兰物流公司 Real Bridge Cargo的执行董事 伊格尔坦巴卡·伊波尔·坦巴卡说 中国至欧洲铁路线路的订单 过去四周激增了37% 报道表示 习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 意图通过包括铁路在内的运输模式 将中国与亚洲 欧洲和非洲联系起来 扩展北京的全球影响 同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10月 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上表示 莫斯科在与外国伙伴合作 兴建从西伯利亚中部 向南连接中国的铁路线 二从今天起年满72岁级以上的老年人 有资格注册加拿大全国牙科保健计划 但牙医人不能注册该计划 尽管他们应该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开始接受病人 我知道会有很多关于提供者的问题 这些细节正处于最后的商议阶段 卫生部长Mark Holland周三在记者会上说道 我们马上就可以与所有医疗服务提供者 所有牙医共享信息了 目前还不清楚牙医 卫生员和牙科医生将如何注册该计划 计费流程将如何运作 以及他们的服务将获得多少报酬 预计到2025年 这项价值130亿加元的全国牙科计划 最终将为大约900万没有保险的加拿大人 提供牙科保健服务 该计划将由联邦政府向家庭年收入低于9万家元的无保险家庭 提供牙科福利 预计该计划将于今年5月开始实施 Holland表示 联邦政府一直在与全国各地的牙医协会沟通 以确定细节 Holland说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牙医得到公平的待遇 确保他们的服务得到公平的报酬 确保他们清楚地了解这一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已有40多万老年人注册 联邦政府正在逐步向70岁级以上的老年人邮寄邀请函 邀请他们注册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从年龄最大的老年人开始 72岁级以上的老年人今天就有资格注册 今年5月一个在线门户网站将向65岁级以上的老年人开放 攻其注册 Holland说 迄今已有40多万老年人注册 等待你们的信件吧 Halifax牙医间加拿大牙医协会主席 Heather Carr博士说 应该有足够的牙医来满足需求 这将取决于您居住的地区 我们确实存在一些地理问题 他说 卡尔表示 牙医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全国牙科保健计划 但是在这个时候 对于他们来说很难做出参与的决定 因为仍有许多细节尚未敲地 他说 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努力做到正确 我们希望病人和诊室的管理都能简单易行 安大略省牙科协会主席 Brock Nicolucci博士表示 牙医们还想知道 病人是否能够选择去哪家诊所就诊 以及新计划 将如何与现有的省级和地区级牙科保健计划 一起运作 我们向加拿大卫生部提出了这些担忧 但目前还没有结果 我们的担忧确实有道理 也很重要 我们希望确保政府在最终推出之前 解决这些问题 Nicolucci说道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